这是位于沛县博物馆内的大风歌碑 一块是汉碑 一块是原碑 一块叫做甲子碑 汉高祖十二年十月 淮南王英部谋反 刘邦率兵亲征 英部受到致命打击后仓皇出逃 最后被刺杀 刘邦取得胜利后回归故乡 请来父老子弟重情饮酒 刘邦则祭习父诗 唱道大风起息云飞扬 威家海内息归故乡 安德蒙世习守四方 这被后人称为大风歌 前两句直书兄弟 但第三句却突然透露出前途未卜的胶着 之后才有了刘邦白马之盟 定下非刘不亡的祖训 但让刘邦万万没想到的 打破非刘不亡的 居然是自己的媳妇吕智